现在就拆统了 就是最后最后的这个结果是综上所述 就是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英语驳回 对所以是一个 是一个败诉的结果 画面中的女性徐早早 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申请动乱案的当事人 她2018年到医院要求动乱被拒 2019年将医院告上法庭 2022年医审败诉 直到今年8月二审结果出炉 维持一审原判 整个过程历经了5年的时间 作为一名记者 我一直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每次开庭都进行了报道 也在5年中围绕案件 对当事人徐早早进行了数次采访 我跟医生直接就是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动乱吗 这个补救性的措施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医学执政 有序有管理的放开 以后这个是有可能的 动乱呢 其实可以被放骗 因为呢 这涉及到女性的这种生育权 希望这个动乱的相关信息 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然后可能这个对一些单身女性来说 也是她们可以寻求的一种 对于现实的焦虑或者压力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2019年 31岁的徐早早第一次出庭参加该案的审理 现场来了不少记者 当时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好奇 什么是动乱 为什么要动乱 我的事业其实在上升期 我是很想在工作上再投入更多的精力的 但是我的这个亲密关系 谈了很长时间那个恋爱分手了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能够 就是把我的这个关于 到底我现在不想生育 但是我以后 未来要不要生育的这个可能性 给推迟一点再去考虑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我就有了类似 就是想要去自己去动乱的这个想法 动乱是指将母体健康时的乱子取出冷冻 阻止乱子随人体衰老 等想生育时再取出冷冻的卵子使用 不少女性称这一技术为生育最后的后悔药 然而原国家卫生部于2003年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 禁止为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现在普遍的来讲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认为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去生育 然后呢希望在自己不适合生育的时候 把乱子动起来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比较保守一点来看 政府部门的规定 就有对未婚女性或者单身女性 是不能够对她们进行辅助生育技术的应用 而这个动卵取卵 这个是被包含在辅助生育技术里头的 所以是禁止使用 尽管已经知道有相关规定的存在 但许早早还是决定试一试 我就去打给那个医院的一个坐机的咨询电话 那边告诉我说 生殖科就是要到现场才能咨询 并且你在去挂号的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得确认你是一个已婚的状态 是需要结婚证的 许早早还是前往了北京妇产医院尝试动乱 经过检查 她的身体状况良好 生理上可以实施 但医生一听说她的单身身份 立刻对她的诉求表示了拒绝 2020年记者也以单身的身份 先后去了国内两家三家医院的生殖科咨询 虽然没有被要求出示结婚证 但经历了和许早早类似的待遇 有老公又没结婚 然后又想保存生育力 那就动乱 技术不能随便用 不能说我想做就能做的 你就是单纯因为没有结婚 想来动乱 找你时间结婚 而不是来考虑动乱的问题 是要考虑找你时间去找老公的问题 许早早认为 医院的限制条件 使得单身妇女无法自主选择生育力保存 等于是没有保障她的生育权 针对这一点 她将北京妇产医院告上了法庭 早到之前是以医疗合同纠纷的一个案由来立案的 对可能就是不太顺利 然后因为在我国的相关的法律规范里边 就是没有具体的一条 是关于生育权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可能如果要是涉及到民事诉讼的话 立案就可以归类到一般人格权里边 2019年12月23号 该案一审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在庭审过程中 医院表示 拒绝原告方的请求符合相关规定 另外 医院认为动卵技术仍不成熟 存在风险 因此拒绝动卵 合情合理 取卵的时候需要全麻 然后麻醉可能带来风险 那一般的手术也都有麻醉 那相应的风险肯定是也是有的 那可以在手术之前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术前的告知书 然后充分地让大家了解就好了 那至于怎么选择 肯定是就是我自己知道这风险 我还要做这个事 那就是我来 我可以签署这个执行同意书 不过也有专家担忧 单身女性动卵 可能引导女性推迟生育年龄 甚至单身生育 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一旦完全开放之后 很难保证没有买卖卵子 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伦理问题 代孕啊 实际上造成代孕等等的 一些问题在里头 还有一些 我们的法律法规 对这些限制 也还没有达到适应的程度 我最担心的 比如说你给他动卵 他会想我反正卵子动在那 我可以直接找地下慢慢来 我可以结婚了以后 或者直接生孩子 就是这些是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为干预的措施越少 就是肯定是越好 在法庭上 控辩双方的另一焦点在于 不为徐早老动卵 是否侵犯了他的一般人格权中的生育权 其实我是有点感受到我被逼迫 就是因为我如果不做这个选择 我连我的生育权都 都实现不了 法律上不管是人口计划生育法也好 还是我们某家县法也好 虽然它对这种生育方面权的规定 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等的 没有说是单身女性怎么样 或者说以后女性怎么样 并没有这种规定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论理的角度来讲 单身女性应该有这种生育的权利 但是这种生育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法律可以给予宣誓和确认 但是不予提倡 也不予鼓励大家行事 2019年 武汉同济生殖医学专科医院对外宣布 取得了国内首张 健康未婚女性动乱通行证 但没过多久 湖北省卫健委回应称 已对该医院进行了查处 当地并未放开 对健康未婚女性实施动乱的禁令 事实上 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于2003年出台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20年 过去的几年当中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主任医师徐从健 一直在呼吁 应当首先允许特定条件下的 未婚女性实施动乱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病人 他们比如说一些恶性肿的病人 包括子宫内面意外症 卵巢囊肿等等的这些东西 它都有可能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 我们如果不给他提前做一些保存和储备 将来对他们来讲 可能生育就是个大的困难 这些是有客观的疾病的需求 近年来 我国多地医院 对有相关疾病医疗指证的未婚女性 开放了动乱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彭靖递交了提案 建议赋予于单身女性 实施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 对此国家卫健委回复表示 应用卵子冷冻技术存在健康隐患 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卵子冷冻技术应用 在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 超出医学指证 将辅助生殖技术作为商品向健康人群提供 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以盈利为目的 导致技术滥用 我们国家人口技术大 可能在某些地区受教育程度并不太高 然后在这个里头 如果我们国家把生育的保存完全放开的话 我们以目前的管理体系很难保障一些买卖卵子 甚至是乱伦的情况发生 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确实在不同的社会观念也不太一样 因为像国外对于这种单亲家庭的认可中 比我们中国要开放的多 由于健康单身女性目前仍无法在国内动乱 不少有需求的人将视线转向了国外 2018年7月 协程公司对外发布消息称 公司可以为女性高管提供最高200万元 即7天的带薪假期 支持她们赴海外动乱 她选择动乱以后 她可以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段 来完成生育后代的这样一种一个动作 那么并不影响她在职业上的规划和发展 我想了解我的卵子状况 我想了解能不能动乱 在哪里动 多少钱等等 我未来用的时候怎么样等等 现在问题越来越细 基本上90%单身女性 从2018年至今 各地关于生育及单身女性生育的政策 正在逐步发生改变 这一话题也引发了各方持续的讨论 今年3月 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 开始就单身女性动乱议题 征求专家意见 本案的二审是否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成为这一次开庭大家关注的焦点 两会期间的时候 这个卫健委有向一些专家去征集专家意见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 看到希望的一些事实吧 二审开庭前 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开始实施 其中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 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 对此民间解读为这是地方政策允许单身女性生育的开始 所谓的生育登记四川省放开了 不代表单身生育全部放开了 然后又关系到生育保险以及辅助生育技术 这些应用都是不同的点了 当然它是相互关联的 但只能说这种环境对女性生育更加友好了 但不意味着对这案子会有特别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义夫医院 卵巢储备功能明显下降的 或者因疾病治疗 有可能导致卵巢功能明显下降 或衰竭的单身女性可以实施动卵 现在我们40岁左右或者40岁以上 那个单身女性还没有找对象 或者没有结婚的这样的群体还是不少的 但是她们也有这个保存生育率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这充分的自情告知以后 我们才能进行相应的治疗 然后冻成卵子 31岁到医院里的就诊 这我们症也经常碰到 然后卵巢储备功能也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 这个卵巢储备功能 当然会随着年龄的增大 直接直接的下降 所以我会鼓励她 你每年来解采一次 张松英建议 未来可以适当放宽 对单身女性的动卵限制 如果单身女性到了35周岁 卵巢功能有下降趋势 本人予有强烈的保存生育率的意愿 在医生充分知情告知谈话后 可以进行动卵 有序的 有规范的这些管理的情况下 那么这进行放开 这样会比较好 她的卵子进行买卖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国家是 应该是可以管理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 进行卵子冻成的这些患者 我们都跟他们谈情商的 你冻成了卵子 是不能随意拿走的 国家卫健委 在数次回复政协委员提案的内容中 都提到将对生育率保存技术应用领域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 积极推进条例制定工作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后 徐早早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她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 获得更多人的理解 从而推动改变 就是从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话题 变成一个大家都愿意参与 然后都愿意发表两句观点的这种 今年8月 徐早早终于等到了二审判决书 虽然终审维持了原判 但判决书中提到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相关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 规章 诊疗规范 医学伦理规范 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 待条件完备后 双方可另行解决相应争议 今年 徐早早再次来到医院 进行了妇科检查 和五年前相比 她的就医感受发生了变化 可能医生在 关于一个女生 暂时不想结婚 但是有这个生育 就是动乱方面的一些规划这件事情 我觉得 好像我没有感受到 医生像之前那么的抵触 对 他好像 就是相对来说 这个事情显得不那么天马行空了 就是好像医生也是一个 相对比较能理解的一个 的态度吧 今年 我第三次见到了徐早早 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 我感觉 她少了一些对不能动乱的愤怒 多了一些对政策和各界讨论的理解 心态更加成熟 对这个议题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不变的是 她仍然是一名单身女性 对于动乱的诉求 一如既往 五年来 生育政策逐步放开 单身母亲也可领生育津贴 我们能够感受到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正在受到重视 未来 希望在严格的监管和健全的制度保障下 女性选择动乱的决定 不再需要找种种理由和借口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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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